身高165的女孩体重只有70斤 明明才20岁 已经像是80岁老太太般脆弱 这就是电影《古兽如柴》的女主角艾莉 她喜欢画画颇有几分才气 是一个小网红 一直坚持没有最瘦 只有更瘦 于是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 瘦的只剩下70斤 全靠着一口仙气吊斩 却以此为荣拒绝治疗 不论被送到哪家医院都使劲的作 这一次她又被赶出来了 已经瘦得连行李都推不动了 但回家的第一件事 还是做仰卧起坐 好不容易劝她出来吃饭了 她又开始背诵所有食物的卡路里 吃饭时拿着刀叉挑挑拣拣 就是不往嘴里送 家里人对她都无可奈何 生母选择把她送到父亲身边 而她却长期忙于工作 常年见不到人 继母又是个不善于聆听和理解的人 只有同父异母的妹妹能够与她交心 但她同样难以理解爱丽厌食的原因 继母头疼不已 找到一个有名的医生 检查发现 她的背上因为仰卧起坐 已经满是瘀青 身体长出了很厚的毛发 用来预寒 医生断定 她再这样下去活不了多久了 必须住院治疗 她不想去 却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进了一个特殊的疗养院 这里的怪人很多 有因为不吃饭 整天输营养业的女孩 有意外怀孕 想要恢复身体的单亲妈妈 有每天充满康复热情 用言语行为 为大家打鸡血的男孩卢克 还有几个酱油决策 她们有着不同的经历 却都一样骨瘦如柴 而这家治疗机构 与其他地方不同 没收一切电子设备 回归原始的生活方式 一切权益都采用积分制 吃饭 做家务 保持体重 或者增重 都可以获得积分 积分多了 就可以偶尔使用手机 和短期离开治疗所的权利等等 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 大家要聚集在一起 进行闲谈治疗 啥都能说 就是不能提卡路里和食物 爱丽憋坏 自己的各种技能大招 都不能放了呀 七大姑八大姨 扯了一通过后 她忍不住说出了 营养液的卡路里 高达1500 输业女瞬间崩溃 觉得自己要胖死了 治疗不欢而散 每天的吃饭时间 也都是煎熬 硬性规定 要坐在餐桌前半小时 不吃饭 也要看着别人吃 而且吃完也不让催吐 吐在哪里被查到 就要被罚吃的更多 当然 除了身体上的治疗 还有心理上的 医生请来了爱丽的家人 爸爸依旧因为工作忙 没有出现 因为亲妈的取向问题 她一下子来了三个妈 加上妹妹和爱丽 五个女人之间互相指责 简直要把医院给掀翻了 亲妈生下她不久之后 就产后抑郁 爸爸不管不顾 最终抛弃了爱丽 找了新的恋人 他们已经自顾不暇 同父异母的妹妹 一直很爱她 心里也忍不住埋怨 她从来不像一个真正的姐姐 能让人回想起来 只有晕倒住院和犯病 继母也是倍感劳累 把爱丽当成了负担 而且作为一个小网红 爱丽曾经上传了一幅 要么瘦 要么死的插画 她的一个迷妹 本身就是一个厌食症的患者 在看到了插画以后 觉得吃饭太罪恶了 竟然选择了自杀 迷妹的父母 把全部责任 都怪罪到了爱丽的身上 这成了她病情加重的直接原因 她控制不了周围事物 只有通过牢牢把控住自己的胃 来重获对于世界的控制感 妄图保全自己 不再受到情感的伤害 家庭治疗过后 爱丽陷入了更疯狂的减肥 又把胳膊瘦到一个硬币的尺寸 晚上噩梦醒来 还要做几个佛称平息 身体已经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但当体重下降时 她还是露出了微笑 根本停不下来了 护工看着体重惊呆了 你知道身体燃烧光了 脂肪会怎样吗 它会开始燃烧你的内脏 可爱丽毫不在乎 这时候卢克开始追求爱丽 她早前就是她的粉丝 现在见到了真人 简直情难自已 利用自己的积分 约她一起外出吃饭 不过两人站在一起 就像两袋骨头撞在一起一样 所谓的吃饭 也就是把食物放进嘴里嚼一嚼 然后再吐到餐巾纸上 就这还让爱丽的心情愉快了很多 渐渐的春天来了 治疗所的患者们相处的挺明恰的 医生也带着他们外出 去观看艺术表演 不过悟空实在是不懂这淋雨的艺术啊 这群压抑的兽子们欢呼雀跃 感受生命的美好 病情都有了好转 爱丽竟然吃下了一小块高热量的巧克力 简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大家还一起帮着怀孕的患者 去办了宝宝礼物会 因为她成功地熬过了前三个月的危险期 开心地唱着跳着 很快 爱丽发现周围的一切 似乎都是假象 小生下孩子的病友 仍旧不能克制自己对于体重增长的恐惧 以至于在某次偷偷催吐的过程中 用力扩大导致了流产 看起来积极向上的病友 实则在积分的同时 利用外出机会疯狂运动 而且经常半夜催吐 并私藏卸药 他们私下交流最多的 也都是催吐的经验 吃的最多的也是冰淇淋 因为她最好吐出来 艾丽和卢克也不欢而散 因为她表面坚强 内心只是把艾丽当成救命稻草 可她连自己都救不活 怎么能再救别人呢 她的体重再度跌破下限 身体已经赶上80岁老态了 离叉导馆只剩一步之遥 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希望医生来做她的心灵导师 医生却坦诚地告诉她 不要期待有人来救你 只有你能救你自己 正确的道路就摆在你的面前 放过自己 体重不是人生的主题 就算全世界都不喜欢你 你也一定要喜欢你自己 艾丽听完情绪失控 坐车回到老家 寻找亲生母亲 在深夜的小屋里 妈妈第一次向她承认了自己的愧疚 为了让她吃饭 不惜拿着奶瓶 像小时候那样喂她 抱着她 唱着摇篮曲 希望能够给她安全感 一个20岁的孩子 缩在妈妈的怀抱里 像个婴儿一样 眼泪止不住地流 当晚 她颤颤巍巍地 爬上了离家不远的山坡 几度晕了过去 恍惚间 她似乎坐在了一棵生机勃勃的树上 卢克亲吻着她 告诉她 她的美丽令人目眩 在这无比美好的欢愉中 她低下头 却看到了另一个躺在地上 即将饿死的自己 苍白的身体干比而没有生机 她大惊失色 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脆弱 当她从脱水的剧烈干壳中醒来时 不由自主地摸着自己的脉搏 由衷地庆幸道 真好 我还没有死 在那一刻 艾丽来到了人生的谷底 但也最终触底反弹 她回到家中 与迎接自己的继母和妹妹拥抱 喃喃地对她们说 也是对自己说着 我会好起来的 这部古兽如柴的评分不算太高 豆瓣只有6.9分 不少人把原因归咎于 女主兽得实在太美 容易起到反向的阴调 其实演员莉莉科林斯 本身就患过厌食症 在家人的陪伴下治愈 这次也抛下平时的美丽可爱形象 为这部戏爆瘦20斤 只为了能在影片中更加真实地展示 厌食症患者的状态 不得不说 导演将镜头对准 厌食症这一类人群 就值得鼓励 虽然我们倒听途说了很多事情 但并没有人真正了解 他们的内心和情况 在表面上来看 他们似乎是纠结吃与瘦 但实际上 这是在生与死之间的犹豫和纠结 厌食不过是极力逃避 某些事情的一种手段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救赎从来不是把嘴掰开 为他们吃下东西 而是让他们彻底放开自己 勇敢面对那些曾经逃避的问题 逐渐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好了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 喜欢就点赞 关注